大家好,我们是巴特里中学中二CLB班的第三组同学 我们的主缘有曾伟 冲奇 大家好 塔塔 和宏杰 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广播是塞翁学码 研究丰富,欢迎大家的主缘 战国时期有一位老人名叫塞翁 他养了许多毛 一天马群中忽然有一匹走失了 女君们听到这事都来安慰他 听到丁说你那马不见了 不必太着急 一年龄大了还得多注意身体 丢了一匹马 车身不大 说不定带来扶起 过了没几天 丢失的马进墓家 还带回了一匹军马 明君听说马回来了 非常佩服塞翁 像带翁到后 还是您老有元件 马不进没有丢 还带回一匹好马 真是福气啊 白白得了一匹好马 不一定是什么福气 说不定还会有出了什么麻烦啊 明君们对塞翁的回答都感到奇怪 但也没说什么 塞翁有一个独身子 非常喜欢骑马 他发现马带回来的那匹马是比好马 就每天都骑马出游 非常得意 没想到他却在骑马是不小心从马背下跌下来 摔断了腿 邻居们都来安慰塞翁 塞翁听了他们的话后 这么回答 没什么 腿摔断能却绑住生命 或许是福气的 听到塞翁说的话 邻居们一轮纷纷 塞翁又在无言乱语了 是啊 摔断腿还带来什么福气 没想到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 不能去当兵 我的青年多战死了 唯有塞翁的儿子保存了 依 Vivian 人均衡 们最深的 这个方法 行为 这页 跟